这个女孩真不害臊 直接扯掉上衣 脱下裙子 在钢琴师的弹奏中 尽情舒展自己曼妙的身材 她以为钢琴师是个盲人 殊不知钢琴师那看似浑浊的眼珠 不过是带了特制美瞳 妆瞎的好处可太多了 光明正大看美女不用挨揍 享受国家提供的廉价住房 演出时的小费都能翻倍 可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这天 一位富豪邀请她上门演奏 看在报酬很高的份上 钢琴师愉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钢琴师如约而至 开门的却是富豪的太太 太太以丈夫不在家为由 执意让她走 可演出不成高额报酬就没了 钢琴师距离力争 两人的争执惊动了对门的邻居 富豪太太似乎有所顾忌 把她领进了门 一切准备就绪 老胡的指尖也开始在键盘上雀跃 下一秒 她的表情凝固 地上躺了个人 为了掩饰自己的慌张 钢琴师借口要去洗手间 富豪太太知道一个瞎子看不到什么 钢琴师内心崩溃 可她必须绷紧表情 不敢露出丝毫破绽 因为就在她的身后 一名壮汉正拿着枪紧盯着她 钢琴师一路摸索前行 好歹门困过关了 富豪太太在门口等她 回去的路上她终于看清死者面容 正是富豪 今天本是富豪夫妻的结婚纪念日 富豪特地提前出差回来 准备给妻子一个浪漫的惊喜 可惜妻子浪过了头 富豪也因此丢了面 钢琴师假装淡定地弹着琴 在琴声的遮掩下 壮汉和富豪太太开始处理尸体 等壮汉带着装尸体的行李箱离开 钢琴师终于能够逃离现场 两人本以为天衣无缝 谁知钢琴师直接来到警局报案 警员一听是凶杀案 赶紧把警长叫了出来 钢琴师瞬间闭了嘴 因为警长正是刚才的壮汉 这个钢琴师喜欢装瞎子到别人家演奏 可以光明正大的看美女 然而这一次他看到的却是凶杀现场 凶手以为他是瞎子 所以放过了他 他离开后第一时间去警局报案 没成想警长竟然就是凶手 警长一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 钢琴师立即改口 说有人杀了他的猫 怀疑的种子已经埋下 警长借口找猫来到他的家 钢琴师做戏做全套 家里看不出破绽 警长干脆拿出一把刀 扔到了钢琴师身上 钢琴师表演得毫无破绽 而且他的猫也回来了 警长暂时放下了怀疑 第二天 带走的一千万现金也不翼而飞 初步判定是被谋财害命 不久后 钢琴师参加了富豪的追悼会 邻居老太太找上警方 案发当天他亲眼看见 先是一个壮汉去了富豪家 然后富豪才回去 再后来那个盲人钢琴师来了 富豪明明在家里 怎么可能在外面被谋财害命 这件事明显不对劲 警员立即把情况上报给警长 可警长就是那个壮汉 他立即让富豪妻子去灭口 此时钢琴师再次来到富豪家 电梯刚到 又被吓傻了 钢琴师继续装瞎 但富豪妻子还是有了怀疑 故意在他面前往咖啡里下药 钢琴师假装失手打翻了咖啡 富豪妻子迅速掏出手枪 钢琴师下意识举手 他还是暴露了 连忙保证自己绝对会保密 富豪妻子似乎放下了杀心 可话没说两句 钢琴师刚起身就眼前一黑 紧接着就晕了过去 原来女人给的糕点里也下了药 这次他真被毒下了 但警长并不打算放过他 只有死人的嘴才是最严的 钢琴师凭着记忆翻窗逃跑 却因看不见 一头撞上了电线杆子 把自己撞晕了 等他醒来 以为被好心人救了 谁知这是一伙人贩子 准备割了他的腰子去卖钱 人贩子捡到一个钢琴师 要割了他的腰子卖钱 眼看手术刀就要落下 钢琴师大喊 留下我的腰子 我给一千万 由于钢琴师小有名气 加上富豪被谋财害命的 使人尽皆知 这伙人贩子信了钢琴师的话 钢琴师瞎了眼心里愤恨 穿多人贩子去绑架富豪太太 那样能得到的远远不止一千万 人贩子们心动了 钢琴师把富豪太太约了出来 顺利让人贩子们绑了他 然后打电话给警长要赎金 一切很顺利 可钢琴师跟着人贩子去拿赎金石 又被人贩子给绑了 人贩子们压根没想放过他 此时被绑架的女人解开了绳子 然后摸到钢琴师身后 上去就是一记重击 瞎了眼的钢琴师毫无反手之力 女人刚想逃走 却撞见了医生 干脆连他一块打 然而在彪悍的女人也扛不住两个男人 在钢琴师的帮助下 两人终于把女人弄晕 医生告诉他 女人是特殊的熊猫血 他已经联系好了买家 女人的肝脏能卖一千万 可以分给钢琴师两成 女人的眼角膜也可以给他 两人驱车向着远处而去 转眼两年过去 盲人钢琴师在一国街头偶遇前女友 向他讲述起后续的故事 半路上 后备箱的女人醒了 医生前去查看 没多久传来上车关门的声音 车子继续上路 钢琴师忍不住劝说 贩卖器官有点丧尽天良 不如换个来钱的路子 没想到开口接话的是女人 女人把钢琴师赶下了车 一时心软打算放开一马 可走了没多远又后悔了 掉头朝钢琴师撞举 这时 一只兔子为躲避猎人的子弹 直接撞上了挡风玻璃 一阵尖叫声过后 女人葬身于火海之中 前女友听完感慨地说 你应该取了她的眼角膜 钢琴师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她用捣盲棒探着路 突然精准打飞一只一拉罐 如果她看不见 又怎会知道撞上挡风玻璃的是兔子呢